嗨,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我昨天买来的一盆花 先前以为它还是水仙的一种呢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标签上的名称吧 跟我一起读一下 Welt, Tulpe Welt是野生的意思 Tulpe是郁金香 这个名词的姓是阴性的 所以你要说 Die Welt, Tulpe Die Welt, Tulpe 很香 在德国很少有花是芳香的 所以我很喜欢 我们看看标签反面写了些什么说明吧 读一下这个有冒号的一句 Verwindung zum Verwilden geeignete 我们把它拿开一点 不要有影子 再读一遍 Verwindung zum Verwilden geeignete 意思是说这个植物的应用 它是适合于 你把它移植到这个 外面地上的 花园里的 就说这个 这盆花不一定是 要养在花盆里的 在下面一句 最后一句我们也来念一下 Temperatur 这是温度 这是依赖 花的颜色 非常神奇 这个说明了 它花的颜色 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会变化的 我还没有尝试过 我们再看上面有五个小标签 中间一个 Optimal Nor bis Fingfzingard 这就是最适合 它的温度是0度到15度 Optimal 最好的 最适合的 右边这里写着 Messich Giesen Giesen 就是浇灌浇水 Messich 经常时不时地浇一下 最右边 这是很明显 这个花不能吃 最左边 第二个 看一下 它写了这个花期 是四月份 五月份 可是今年 德国三月份 现在就已经春暖花开了 非常美好 第一个标签 写了 Aus Frang Zung Mögliche 这个意思和刚才的这个Zung Wilden Geeignet 意思是非常相近的 就是说 你可以 可以把买来的这个花 挖出来 我刚刚买来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塑料 塑料小桶 拿出来 它已经有根了 拿出来 种在你想种子院子里 也许你的院子里是有草坪的那种 所以它已经设计好 你这个可以在草坪的院子里地上挖一个坑 把这个花给移植下去 然后这些草坪就和你院子里的草坪 融合在一起 看不出来是一个 好像看起来是原有的 非常美 再看一下小桶线上还有些什么 读一下这两句感叹句 Zu Dekorationszwecken Bestimmt Zu Dekorationszwecken Bestimmt 意思就是说 Dekoration就是观赏 它的这个植物的作用 用途是用来观赏的 不是用作 就是不能用作其他的 有其他的企图 只是用来观赏 下面一句是 Alle Pflegehingweise ohne Gewehr Alle Pflegehingweise ohne Gewehr 意思就是说 这个小标签上 对此植物所有的一切说明 在法律上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标签看完了 这个花 一直闻着它 散发出芳香的味道 因为整个白天都是在这个阳光下面照射着的 可能温度太高了 应该在0度15度之间 我要来注意一下 好 现在我把镜头转过来 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 我是岳峰 你现在看到的视频是我的 这个德语 说说德语的视频 我希望在这个视频当中 你可以就从我们生活当中 得到一些小常识 这样你会觉得德语没有那么严谨 那么枯燥 总而言之 吊起你的对德语的兴趣 或者是想学德语的欲望 然后接着看我的视频 谢谢 下次见